如果我告訴你 俄羅斯目前只剩下7顆間諜衛星了 你肯定說我騙人 別說你不信了 一開始我自己都不信 但是當我去研究這個事情 特別是看到美國James Tom基金會 在2022年的文章 你就明白了 俄羅斯航空航天衰敗到了一個什麼地步 我想很多朋友關於這次烏克蘭戰爭 一定心裡有個大大的問號 就是美國有間諜衛星 俄羅斯也有間諜衛星 美國總能發現俄羅斯的任何動向 把他們的坐標告訴烏克蘭 讓烏克蘭精確定位 打擊俄羅斯的指揮中心和補給中心 可是 俄羅斯也有導彈 俄羅斯也有精準火箭彈 俄羅斯也有軍事衛星 為什麼同樣的事情俄羅斯就做不到呢 聽了我今天的解釋 您可能就明白了 第一個問題 俄羅斯的間諜衛星沒有幾個能工作的 在很多朋友印象中 甚至在我的刻板印象中 都覺得俄羅斯是超級航天大國 俄羅斯空中的衛星數量不一定比美國少 但是當我具體去研究這個事情 我就被現實狠狠打了臉 俄羅斯航天大國的名稱已經名存實亡 俄羅斯最近幾年從2018年到2022年 俄羅斯幾乎每年發射一顆軍用間諜衛星 但是沒有一顆成功的 比如說2018年發射第一顆間諜衛星已經失效了 2020年發射了一顆間諜衛星 脫離了軌道消失在大氣層裡了 第三顆和第四顆都是在2022年發射的 其中4月30日發射出去的衛星 進入軌道後連激活都沒有激活 重新返回大氣層燒毀了 緊接著在2022年10月發射了本年度 最後一顆宇宙2560的衛星 這顆衛星在10月16日凌晨發射 在12月10日不出意外再次墜毀 生命週期不過兩個月的時間 俄羅斯發射間諜衛星屢次失敗 載軌衛星數量也非常少 我引用的數據是2022年 美國智庫James Tom基金會發表的研究 這個數據應該是比較真實客觀的 截止2022年12月 俄羅斯軍用衛星總共有108顆衛星載軌 但這並不是說這108顆衛星全是間諜衛星 其中有25顆是格洛納斯導航衛星 該衛星的作用和美國的GPS 以及中共的北斗衛星一樣 只是提供坐標用於定位的 除此之外還有48顆通信衛星 8個電子偵察衛星 電子偵察衛星主要是在太空 收集各種各樣地面上發射的電磁波信號 本身並不是監視地面的功能 除此之外就剩下5個光學成像間諜衛星 和2個雷達成像間諜衛星 除此之外還有6個早期預警衛星 5個空間觀測衛星 還有5個科技衛星 所以說在總共這108個衛星中 能夠用於對地面進行偵察的 只有5個光學成像間諜衛星 和2個雷達成像間諜衛星 總數不過是7個而已 這裡我們多說一句 所謂的雷達成像 其實就是指的合成孔徑雷達 它是發射電磁波 但是獲得的是地面上的圖像 它的成像原理和光學衛星完全不同 但是成像結果一致 都是獲得地面的精準照片 這7顆衛星難以形成覆蓋全球的衛星網絡 更嚴重的是 在這些衛星中很多都是本來要退役的衛星 他們的技術水平和現代美國的精準度 完全沒有辦法比 根據James Town的這篇文章 俄羅斯在過去不得不依靠 三顆民用的衛星來獲得軍事資料 但是這三顆民用衛星 也都在2022年退役了 除了衛星無法發射上天 數量少 俄羅斯目前科技水平也和美國有著巨大的差距 我們就說這四顆沒有送上天的軍事衛星 他們的分辨率到底有多少呢 根據中文媒體的報導 這四顆間諜衛星的分辨率只有0.9米 也就是接近1米的分辨率 而美國最新發射了鎖眼偵察衛星 據說分辨率能達到0.1米 有可能會更高 這個技術水平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可是就算這樣分辨率的偵察衛星 俄羅斯依然沒有辦法送上天空 你讓俄羅斯軍方怎麼偵察 分辨率1米和0.1米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說句實話 1米的分辨率地上什麼東西都看不清 我們舉個例子 烏克蘭和俄羅斯都在使用的T-72主戰坦克 長是7米寬是3.6米 在俄羅斯的衛星圖像中 它就是一個3乘以7 21個像素的長方形 你根本無法辨別出它的砲管 無法分辨出這到底是輛坦克還是一個卡車 那我們再看看卡車 美國的戰術卡車長大概是10米 寬是2.4米 在俄羅斯衛星眼中 它就是一個3乘以10個像素的長方形 你也是長方形 我也是長方形 我怎麼知道你是卡車你是坦克呢 俄羅斯衛星圖像質量 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沒有戴眼鏡去看外面一樣 所有東西都是糊的 說句實話 以俄羅斯現在間諜衛星的技術水平 根本無法對戰爭有所幫助 我們在戰爭中也看到另外一種情況 俄羅斯在戰爭期間發射了大量的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 攻擊烏克蘭軍事基地 這些導彈很多都打偏了 並沒有打中目標 沒有打中飛機 甚至沒有打中跑道 但是事後俄羅斯軍方都認為 自己成功消滅了烏克蘭的軍事據點 和軍事設備 我一開始不理解 但是我們了解了俄羅斯的偵察水平之後 你就能明白了 美國如果對敵方目標進行打擊 會使用間諜衛星來偵察打擊的效果 如果效果不好 我們再補充一輪打擊 也會研究打的不好的原因 下次我們再提高 但是俄羅斯的偵察衛星完全起不到這個作用 我的空軍發射導彈打擊敵方空軍基地 但是我的偵察衛星什麼都看不出 我根本就不知道導彈有沒有打中跑道 這就導致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俄羅斯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戰果是真的還是假的 前線傳回來什麼樣的報告 他就只能相信這樣的報告 因為他沒有任何技術手段去證實 或者是去證偽它 無法獨立證實前方的戰果 他就會帶來很嚴重的問題 會對高層指揮官的判斷做出嚴重影響 在烏克蘭開戰頭兩天 俄羅斯高層堅定不移地認為 俄羅斯在打勝仗 烏克蘭的空軍被消滅了 烏克蘭的防空設備全部被消滅了 他就很顯然是 俄羅斯被自己前線 無限誇大的戰果所欺騙了 所以我們到頭來就發現 俄羅斯這樣的一個政治和軍事體制 是下面的人欺騙上面 上面的人欺騙下面 誰都不知道誰說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們綜合來看 俄羅斯目前的間諜衛星數量上7枚 嚴重不足 難以覆蓋全球 質量上也不行 清晰度能不能達到1米都難說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俄羅斯間諜衛星最多也就提供一些照片 很難像美國的間諜衛星網路一樣 形成一個對全球進行24小時監控的偵察網路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烏克蘭戰爭期間 俄羅斯的軍事偵察似乎沒有任何用 而美國人在不斷給烏克蘭提供軍事情報 輸送重要地區的明確坐標 烏克蘭在空中雖然沒有一顆衛星 但是依靠美國的幫助 就可以定點清除俄羅斯的重要指揮部 兵營和運輸中心 反觀俄羅斯 整個空天偵察體系完全消失 無論是炮火打擊還是空中轟炸 都沒有起到給俄羅斯指引方向的作用 這次烏克蘭戰爭真的是把俄羅斯的紙老虎打回原形 不僅空軍從天上消失 連曾經引以為傲的航空體系也從戰爭中消失 這背後又有哪些原因呢 第一個原因是整個蘇聯時期的工業是按區域分工的 電子工業和造船業集中在烏克蘭比較多 而白俄羅斯負責光學和半導體工業更多一些 在前蘇聯後期 整個蘇聯地區的電子工業和光學工業水平和西方國家已經有了極大差距 蘇聯解體之後 蘇聯僅存的這些家底也留在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 這就導致俄羅斯在這些技術上和西方國家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 特別是光學和電子工業 雖然你看它很小很不起眼 但是在設計和製造上插之毫離 結果就可以謬以千里 說句實話 俄羅斯現在的軍用衛星的精度 甚至完完全全比不上西方的民用公司 我以這次在烏克蘭戰爭中名聲大噪的MAXAR公司為例 在3月份的時候 俄羅斯在基辅北面形成了一個67公里長的車隊 這些衛星圖片最早就是由該公司披露出來的 這家公司是美國的一家民用公司 而它的搖桿衛星分辨率竟然可以達到0.15米的級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衛星拍出來的圖像上面 俄羅斯坦克軍車是清清楚楚 就連美國民用公司的技術水平 俄羅斯恐怕都有20年到30年的技術差距 當然最主要的是經濟問題 航空航天是一個非常燒錢的行業 在90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大背景之下 我們就說在西方它就停止了一大批高精尖的武器項目 比如說科曼旗直升機 十字軍自走炮等等 那麼在俄羅斯整個軍工業受到了非常大的衝擊 航空工業首當其衝 大家都不打仗了 要發展經濟了 俄羅斯現在本來就沒什麼錢 我還發射那麼多火箭 發射那麼多軍用衛星幹什麼呢 這樣一個事情直到21世紀才有所改觀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06年宣布 到第二年俄羅斯軍費增長20% 俄羅斯官方媒體報導要在2008年之前 恢復發射俄羅斯軍用衛星的計劃 在這之後的10年時間 俄羅斯才慢慢恢復航天航空工業的發展計劃 然而這個時候 無論技術水平還是數量規模 已經沒有辦法和西方國家相比了 我們今天主要和大家談了俄羅斯的間諜衛星體系 對烏克蘭戰爭產生的直接影響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會很好奇 美國的間諜衛星網絡到底是什麼樣的規模呢 中共在過去十幾年來不斷地發展軍事衛星 現在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呢 我們將在以後的節目著重帶來中美間諜衛星的對比 我是子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